李彩華這日出席音樂節目錄影 提到舊愛林峰傳出將會在12月 跟女友張興瑜結婚 Ring都很大方地為對方送上祝福 我剛才都是從其他記者朋友 得知他們結婚 首先恭喜恭喜恭喜 繼而就 就像他們所說的有沒有見過 我都沒有 我都是看你們的報紙雜誌見過 我覺得作為一個老朋友 總之有喜事當然是值得恭喜 還有兩個人真心相愛真的不容易 所以希望你們開開心心 另外老公黃宴舒 最近被子捲入錢債和陶式糾紛 還有傳聞被人貼大字報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 因為不需要了解 以我所知 因為我不在香港 我也有看到那段片 就是讀者提供的那段片 其實我都覺得挺搞笑的 完全是自己有個人貼完 自己拿電話錄影完 把那段片傳出去給報紙 繼而就自己把那些戒照 擺在地上拍照 真的 我覺得實在太搞笑了 所以後來記者找我時 我都是以笑跟他說 我說這麼搞笑的問題 我覺得就不要再問 也不想回應 因為根本不是事實的東西 所以就不需要再說什麼 但也會交給律師去處理那些問題